大家好,我是护票胖子 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 叫穷可以让一个男人自卑到什么程度 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身上只剩下三毛八分钱 两天没有吃饭 大冬天穿了洗了还没有干的湿衣服 走了五公里路去商场里面 用信用卡积枫换了一个三个面包 就是为了冲击 2015年女朋友身患中病 我辞职陪护她 9月份她试试了 我负占17万 没有居所,没有工作 也没有任何状态 随着口袋里面只剩下300多块钱的时候 我在城乡结合部的地方 找了一个租金200块钱 押金100块钱的房子 之所以押金这么便宜 因为所有的房子被隔成一间一间的 每间三四个上下铺 一套房子里面住了二三十个人 房子里面要多张有多张 方便面,馒头,烟头,臭袜子,啤酒瓶子,内裤等等 应有尽有啊 第一天住进水真是让人感到作偶 每个回来的人袜子都是直接放在床底下 有些人有脚臭 但是呢,不洗就睡觉了 口袋里面只剩下200多块钱 艰难的扛了一个星期 为了节约钱 早饭是不吃的 冲五吃一个包子 晚上吃一个包子和馒头 馒头是为了半夜饿的时候用来垫一下肚子啊 为了避免尴尬 每次我吃饭的时候呢都会出去转一圈 偷偷的在一个房子的顶楼啊 偷偷的把我的食物一个馒头或者包子吃完以后再回家 回到宿舍里面呢每个人都会问我吃了没有 我都故意提高嗓门说啊吃了 但其实只吃了一个包子 不到半个小时我就饿了 肚子咕总是咕咕咕的叫 于是我就会喝很多的水 每天晚上室友总是埋怨 问我是不是肾虚啊 你是不是有钱也有现言 为什么一晚上上一百次厕所 我无比的尴尬 就这样撑了一个多星期 我感觉自己浑身无力 就这样一个星期喝水喝的都想吐了 而且烧的水本身就超级难喝 终于升上连五毛钱也没有了 我本身是不抽烟的 那包烟还是我上班的时候 有一次一个客户塞给我的 在我这里已经放了好几个月了 那天中午没有吃饭 一直撑到晚上六点多 实在太饿了 一直想应该怎么解决呢 恰好走过一个小卖部 听见有人说 老板给我来一包二十的烟 这时我才想起 我有一包二十五的烟 然后跑回去从行李箱里面 把这包烟掏出来 可是这包烟已经皱薄了 我总是说 我就说十八块钱卖给小卖部老板 老板说他不要 因为这个盒子已经不成样子了 没人要我只好做吧 离开小卖部几十米之后呢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想再试试 我又走到小卖部 跟着老板说 老板我没钱吃饭了 这包烟 我十五块钱卖给你怎么样 万一不好卖 您就当自己抽了 怎么样 老板看了看 我说 好好 然后从抽屉里面拿一张十块的 和一张五块的给我 离开小卖部的那客 我没有立刻去买吃的 而是再次爬到楼顶 眼泪止不住 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我的眼旁 巴达巴达的落到了水泥地板上 吃饭再次成了问题 而且是两天没有吃饭了 三穷水晶 一五路 柳暗花明又一春 用信用卡积分 对换了三个面包 那天实在太饿了 已经饿了两天没有吃 思乱想去 怎么去搞点东西来吃 忽然意识到信用卡里的积分 可以兑换优惠券 于是换了三个面包 可是问题又来了 商场比较远 过去差不多有五公里 走过去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但是前一天 我把唯一的一件羽绒服洗了 还没有完全干 去穿薄衣服吧 不经冷 想到还有可能被人误会 连衣服都没有穿 穿上还是湿的羽绒服吧 这是打肿脸充胖色 但是饥饿战胜了困难 我还是决定走出去 于是我穿上了这件 还有点湿的衣服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走了五公里 走到了商场 对话了三个面包 商场里面好温暖 我找了一家快菜店 在角落坐下来 把羽绒服脱了下来 为了让衣服早点干 我在那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一杯饮料都没有点 感觉服务生都奇怪的看着我 收到了面试的通知 由于没钱坐车 没钱打印简历 没有钱照证件照 只能把自己一直收藏的一个手组 卖了八百块钱 一天上午十点钟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叫我明天下午两点半 去他们公司面试 让我不要迟到 叫我准备好简历 挂了电话 我很高兴 立马查看了一下面试地址 距离三十多公里 坐公交车也得六块钱 还要复印简历 至少要两块钱 还需要准备证件照 至少需要十五块 思来想去 把我以前买的一个手组给当了 因为我不想因为不去面试 而丢到一个获得工作的机会 没有任何质疑 我从箱子里面找出了我的手镯 放在我的手提袋里面出门了 一下午赚了几个当铺 最高的一家愿意给我八百块 我稍微考虑了一下 就同意了 有时候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贫穷是每个人在绝境时候 一受我沉重的大三 他让像我这样一个 即使曾经年收入十多万的人 曾经感觉自己不可一世的人 也像这个生活低下了头 为了填饱肚子 放下真言 贫穷时 人总是压力的 内心是封闭的 甚至是敏感的 甚至让人对周围的环境和人 都很难从容面对 也正因为如此 从贫穷走出来的都是强者 我很庆幸 我走出来了 这个故事是我收到的一个粉丝的私信 讲的他一个就是说 他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走过来的 因为他当时看到我去讲了一个 我当时负债几十万 然后我把他还掉了这么一个故事 然后他跟我交流的内容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就把它分享给大家 我是护票胖子 欢迎留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